中國絕對不可能隨便的放棄 中國人殺人兇嫌 陳信兇嫌 對管轄權 他已經回到中國的香港地區 怎麼中國北京政府又把他交出來 那這個是很奇怪 當然不管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也好 台灣是中國管不到的非法政府也好 北京認定台灣是我管不到的中國非法政府 那你怎麼那麼尊重中國非法政府的管轄權 要把嫌疑犯自己不判刑不關 要送到台灣去 這個也是中國北京很奇怪的行為 所以這些都不可能 北京是認定台灣跟香港跟上海廣東一樣 就是我的地區 所以我北京政府要把某一個嫌犯 送到台灣去審判 交給他去審判 那個是我的中央的權利 所以就把台灣當成跟香港一樣的地方政府 來對待他才會做出 要把嫌犯送到台灣 也不是送 就讓他自由到台灣 移動到台灣 就像上海人跑去廣東被法院抓住 然後去審判一樣 那這個是很明確的 中國北京有意把整個一個中國原則 落實在這個案件上 就算是很明確的 你沒想到 你會做到 你會做到